说福 经教一天都不能离开 一天离开一天 你这一天没福啊 离开半年那你问题就严重了 你肯定走入歧途 肯定堕落了 那多可怕 果然能做到 分分秒秒你都不舍阿弥陀佛 你这一生就决定得生 分开来四十八 有四十八月 合起来呢 这一发句 一发句是什么 一发句就是 南无阿弥陀佛 就这一句啊 这一句就是清净句 这一句就是真摄智慧 所以你念 念这阿弥陀佛 问题是你是不是恭敬真诚 恭敬心 支持 关键在这个地方 你说我天天念阿弥陀佛 我没有发现他是真实智慧 我每天还是糊里糊涂的 那是什么原因 你是用糊里糊涂的心去念 念到那个结果也是糊里糊涂的阿弥陀佛 就这么回事 那这不就是印族所讲的吗 一分沉浸得是一分利益 你是一分沉浸心都没有 有口无心 这个佛对这个佛号 有怀疑又有夹杂 所以你不是真念 你念的不如法 如理如法的念 大师之家的非常好 都是六根 敬念相机 他教给我们方法 教给我们的心态 都是六根是放下 放下什么 言放下四 耳放下身 放下四身相未出发 这叫都是六根 敬念相机 那个敬就是真诚恭敬心 没有怀疑 没有夹杂 那是清净心的 就是此地讲的清净句 要用这样的心态 要用这样的心态才行 你不能把心用错了 你没有得到真实利益 你不能怪金 你不能怪佛 你不能怪别人 只能怪你自己 错用了心 所以你没有得到殊胜的利益 我没得到我 你不能怪我 你说这种心态